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视频一开始,首先向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乌军可能很快就会获得比现在使用的极数弹药性能 增强8倍的海马斯火箭弹极数弹药 16日,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美国陆军前上校,现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如日内的顾问丹·赖斯诚 如果向乌克兰交付海马斯极数弹药 俄军的防线将被突破,战争就会很快以乌克兰胜利而结束 赖斯曾经在美国向乌克兰转让155毫米极数弹药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现在他正试图说服美国国防部向乌克兰提供海马斯极数弹药 据悉,乌军现在使用的155毫米大炮所用的极数弹药 发射的DPICM极数弹药只有88枚子弹头 而且只能击中25公里内的俄军目标 而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极数弹药射程可达45公里 每一枚射弹中最多可装填644枚子弹药 赖斯称,乌军士兵非常擅长使用反炮兵火力 但发射一枚普通的155毫米炮弹 摧毁敌人火炮的机会很小 如果发射含有88枚子弹头的DPICM极数弹药 炸中俄军火炮的机会就会增加88倍 而如果使用海马斯极数弹药 击中机会将会增加到644倍 这将完全覆盖俄罗斯军队的炮兵阵地 赖斯解释说 乌克兰军队反攻缓慢 是因为要数千门俄罗斯军队的大炮 一直在向排雷的乌军开火 所以乌克兰军队必须首先把俄罗斯军队的火炮清理干净 赖斯告诉新闻周刊记者 如果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极数弹药 俄罗斯军队的前线阵地和后方部队 都将从地球上消失 而现在美军数以万计的海马斯极数弹药 储存在德国的仓库里等待被销毁 却没有提供给乌克兰 赖斯称将会积极影响白宫 向乌克兰提供这些海马斯极数弹药 这将有助于乌克兰更快的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然后是俄军的不幸消息 一天之内俄两将军殒命 一将军被软禁 16日俄罗斯国防部前副部长 荣获俄罗斯英雄的根纳纪日德科上将 突然死亡 享年57岁 根纳纪日德科上将在2022年5月到7月的 特别军事行动任总指挥 但在哈尔科夫溃败之后被戒指 现在突然死亡 据称是因病离失 然后是俄高加索安全局前局长 中将根纳纪洛佩列夫因受贿 于2017年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现在却因病突然去世 然后是俄军中著名的末日将军苏洛维金 最近被软禁了 据说特别军事行动的副总指挥 和普里格任关系密切的苏洛维金 因瓦格纳事件而被戒指 近日又传出此人已被软禁的消息 目前我们无法得知确切消息 不过综合各种消息 似乎普总帅正在因瓦格纳事件 而对俄军的高层进行一场清洗 这样的清洗让不禁想起二战前 斯大林对苏军将领的导致 苏军战斗力大幅度下降的大清洗 在俄军中苏洛维金和普里格任要算少有的能打的将领了 但能打又怎么样呢 只要不听话 不是被边缘化 就是被修理 强权统治者就是这样 自己的权力是第一位的 任何有可能威胁到自己权力的人 管你有多能打 都必须清除 至于军队的战斗力 国家的利益 都要往后靠 下面是俄乌战场最新消息 在巴默特 乌军在与俄军克里十七福卡 安德里福卡和库尔九米福卡的铁路路滴上 和俄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在扎布朗州 乌军解放乌罗战因后 又在罗伯泰尼取得巨大的进展 在这里 乌军第82旅 第65旅 第47旅等部队 正在和俄军进行激烈战斗 在扎布朗州中部 乌军第82旅 第65旅 攻入了罗伯泰尼北部和东部 并将这里俄军赶出了罗伯泰尼 维尔伯维 新普罗科皮夫卡的战斗也在继续 乌军的下一目标肯定是托克马克 现在 乌军距离托克马克越来越近了 已经可以直接用重炮轰击 在大诺沃西尔 乌军夺取了乌罗扎印后 继续攻击扎维特内 并开始威胁斯塔罗姆利尼佛卡定居点 在赫尔松 乌军占领的地内伯和左岸的桥头堡 越来越大 乌军第126国土防御旅 乌军第39机械化旅 正在向前推进 俄军的防御正被逐步的瓦解 在库埔扬斯克斯瓦托克里米纳方向 俄军的进攻行动被乌军击退 现在 乌军正在将这里的部队 派往巴克莫特 以支援俄军的反攻 而派往扎布尔的部队 又被命令返回赫尔松 看样子 俄军的兵力 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了 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了 下面是战场战斗情况 乌军预备队调到前线 加入南线突破罗伯泰尼的战斗 17日 乌军在巴克莫特和罗伯泰尼 分别击落了俄军的卡瓦尔直升机 在伯泰尼受伤的乌军47缕士兵被转运 前进每一米都是用鲜血换来的 乌克兰人正在用鲜血 生命为自己 为下一代赢得未来和尊严 乌克兰陆军司令谢尔斯基 到对涅茨克前线亲自部署战斗 扎尔尼热被俘虏的俄军士兵 赫尔松普里莫尔斯克镇以西的俄军训练基地 被乌军发射的M31A1炮弹击中 场面惨不忍睹 下面是国际援助方面的消息 8月16日 扎尔尼与英国、美国、北约代表讨论了乌克兰集区的弹药 武器、防空设备、电子战和远程排雷装置 以及无人机等军事援助 现在有谁还相信俄军能打赢这场战争 17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 没有所谓乌克兰割让领土换取北约资格的说法 科比强调 维尔纽斯峰会上一切都有效 现在重点是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 并继续夺回本来属于他们的领土 此前 北约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斯蒂安·严森表示称 乌克兰可以让出部分土地换取加入北约 之后这种说法遭到乌克兰的反驳 斯蒂安·严森道歉称 自己的陈述是错误的 而梅德维基夫马上表示 乌克兰如果以土地换取加入北约 那么乌克兰必须割让基辅 其贪得无厌的嘴脸暴露无疑 昨天保加利亚政府宣布 该国将加入这一期对乌克兰安全保障宣言 这是第16个支持该文件的国家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站在文明的一边 选择了反对侵略战争的一边 选择了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今天文章的最后谈谈俄罗斯为什么爱打 毫无疑问 这场俄乌战争已经变成了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联合起来对俄罗斯的穷偶 这一点俄人也是心知肚明 比如在15日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开幕式上 硬汉发表视频讲话时表示 俄乌冲突是西方火上浇油政策的结果 西方国家提供资金供应武器装备 派遣军事顾问和雇佣兵都是为了加剧冲突 并将其他国家卷入其中 普京说俄国防部长邵一谷在会议上 谈及俄乌冲突时也称 俄罗斯面对的不是乌克兰军队 而是整个西方集团 亚太地区的个别国家最近也加入这个集团 而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5日在会议上发言时表示 美国北约和欧盟向乌克兰供应越来越多的 现代化武器不断的煽动冲突 引发武器不受控制的扩散 从俄方高层的发言看 他们显然对被穷欧意见非常大 当然也有国家支持俄罗斯 但和支持乌克兰的发达国家比起来 支持俄罗斯的国家的力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 被会以北约为首的发达国家群肉 因为俄人说打乌克兰是因为北约东扩 威胁了俄罗斯的安全 既然这样你俄罗斯可以去打北约 为什么要打乌克兰呢 反过来再说 北约为什么能一直东扩 你俄罗斯也有手有脚 既然北约可以和平的东扩 你俄罗斯为什么就不能和平的西扩呢 还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没有吸引力 自身没有吸引力 导致周边的小国一个个的倒向西方 却不知道从自身找原因 反而怪别人东扩 并因此发动战争 这不是典型流氓逻辑吗 信奉这样的流氓逻辑的国家 不爱打 简直是天理不容啊